2022世界地球日 时代力量宜兰县党部邀集的环保团体以及先议员参选人 在先议会大门口召开记者会 盘点宜兰近年来重大的环境议题 包括在生态破坏、水源危机、湿地消失、过度开发、农地流失等正在发生或是即将发生的议题 呼吁大家一起来关注宜兰县的环境问题 沿山地区很容易大规模人为开发造成走山等等的生态危机 另外一个就是大呼吸的诊室 2022年他们的施工结果就把周围的生态完全给产平了 原来沙石车会走的路线是跟他们的居民这么的息息相关 然后一天194辆的沙石车要进出 能取到让他二阶还评而不是让他直接通过流入这个粗坑溪 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深沟水源生态沿区的浮流水的水源补助区 在2月6日被内政部取消化设为重要湿地 那这个是我觉得湿地这个事情它不应该因人涉事 因为少数人而影响整个非常重大的生态环境的这个问题 尤其是蓄洪的功能对我们西南非常重要 190公顷的农地它会造成的一个冲击 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宜兰国土计划是一个液淹水地区 是美孚排水到了中游以后汇集建业排水 其实非常低洼的一个地区 时代力量宜兰县党部所提出的问题 包括有礁溪外环道工程即将挖山毁林 大湖溪宾溪带直批遭到铲除 永安矿场严重威胁到宜兰地下水源 矿物局拟在元三乡中华村粗坑地区 设置177公顷的土石采取专区 竹岸湿地取消化设为重要湿地 52甲湿地结编与开发危机 内上农地重化影响水源 毁灭农业地景及生态 高铁宜兰站特定区 开发未在溢烟水地区 流失大量农地等等 呼吁大家正是宜兰县所面临已经发生 以及即将发生的许多环境问题 以及生态浩劫 2022世界地球日 一起来守护宜兰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